前繼來呢? 你有沒有搞錯? 你無緣無故剃善Dead Break 你想謀殺我嗎? 是你要謀殺你爸爸前大海 還找人綁架他, 剛才有人抓了他 你還說什麼? 冷靜先生 你的意思是你知道前大海在哪裡? 兩星期前, 前大海被兩個男人綁架 還差點被人撕票 幸好他及時逃脫了 然後就住在我家 原來你把爸爸藏起來 是大前先生叫我不要說的 他懷疑是叫家人綁架他 然後叫我幫忙去查 受害人自己不報警反而叫你去查 你以為你是誰? 說出來也沒人相信 我真的沒說謊 大前先生一直不肯抱頭 是因為他怕自己有生命危險 我好心才收留他 你再說大一點 你現在收起我爸爸又誣我綁架 最大嫌疑的是你 警察, 抓他就對了 我和大前先生簽訂了一份合約 合約可以證明一切都是大前先生的意思 那他現在在哪裡? 都說被他抓了 你還誣我? 剛才在咖啡店 他見過金多多之後打了一個電話 然後大前先生被人抓走了 你所謂的金多多是誰? 我懷疑金多多知道了 大前先生躲在我家 然後就賣了電消息給程介來 我在金多多的電話裡 安裝了一個跟蹤應用程式 找到他就可以問清楚這件事 你在那個女孩子的電話裡 安裝一個跟蹤 你還不是變態的 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大前先生隨時會沒命的 不好意思, 小姐, 請問你是否金多多? 是呀 我們是警察 現在懷疑你和錢大學室中案有關 麻煩我們發協助去調查 誰搞多多, 我立刻開會拖 陳先生, 為何你要躲起來 不跟我們警方聯絡? 沒人相信就躲起來了 怕就躲起來了 你還問了我這麼多 不如你們說說你查出了甚麼 我們聽說, 你懷疑你家人綁架你 說了三次了, 是前繼來的紅玫瑰 一個是你的兒子, 一個是你的女人 你懷疑他們嗎? 你別管他們是甚麼人 誰有可能就懷疑誰 這樣才是態度正確的 其實我們調查過 他們跟你被人綁架是沒有關係的 怎麼證明到? 我看到新聞的綁匪寫回來 他抓他來問要他刀出主謀是誰 根據莫大彪的口供 他帶走了你不久 之後打給錢繼來問他拿贖金 對方說, 任由你死 養龍狗有心口證明我是沒有錯的 錢先生, 其實我們查過了 當日接聽電話的 並不是你的兒子前繼來 那是誰? 你想要怎麼樣? 那你真的不陪了? 你甚麼態度? 我有錢我扔到海裡也不陪給你 是嗎? 你瘋了 怎麼搞的? 你又說甚麼都高價? 是新機, 先去死吧 你老爸在我手上, 準備五百萬來救他 我管他死吧 不是, 程帝朗 今天一定是洪梅桂 他收過綁匪電話叫我死亡 還叫他來隨便處置我 你怎麼知道? 總之聽我說就對了 洪梅桂是最可疑的 你弄死我, 他分一分 然後跟他分一分到處環遊世界 你又很充分了 我們查過 洪小姐是不認識那兩個綁匪 也沒有任何交叉 已經確認了 該他以為對方說的死老爺 是知道一狗不是你 那隻狗比我老嗎? 不是吧 是嗎? Marco… 以後找到老闆呢?他人呢? 正在下口供 好, 一起光光就終於找到他了 為什麼這麼開心? 幹嘛?找到老闆你不開心嗎? 他懷疑我和你找人綁架他 所以才躲不出來, 在他心目中 只想我們會侯著他回家 你開玩笑吧?懷疑我們兩個? 不是錢雞來, 不是紅玫瑰 不可能是仙女, 難道我是魂姐? 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其實你不需要不斷懷疑身邊的人 都說了綁匪親戶跟我說 說了四次, 還不記得你寫下它 就是他們說, 你就相信? 三不識則, 正常邏輯 為什麼要騙我?沒有原因 莫大表什麼都說了 他沒有受其他人指示 是讓你無理解僱的閃富貴 叫他合謀綁架你, 打算作你一筆 你爸爸向我手上, 準備五百萬來救他 我管他死了 因為他吸了錢, 當然以為不是一片案 他家人不付錢 我們是肥爺說 說他家人讓我們飄好他身 還要撕票 他不想死, 他會自己救自己 其實是你誤會的家人 我勸你還是不要亂想 你們想想, 一個勾結外人架公司 一個勾心臟死 我誤會的那些很正常 正常邏輯 錢先生, 還有一件事我們想問你 什麼? 我們在你出事的車裡 找到一條女裝內褲 不知道內褲是誰的 女裝內褲肯定不是我穿的 我怎麼知道 威姐 看來不太傷, 下次駕駛小心一點 究竟發生什麼事? 原來你是小前生的女兒 大前生的孫子 看來不太多次了, 我來那麼多 但是你姓金 你不是連名字都是假的嗎? 不是, 我爸爸媽媽好了 離婚了, 我就甘後腐勝 後來後腐又跟媽媽分開了 阿貢見我這麼慘, 就接我回來 但是既然也接了你回來 為什麼你不把姓錢改回呢? 不知道 可能阿貢覺得金和錢放在一起 很容易投吧?金錢多多 又或者他想看幫不律師費呢? 等等, 你是怎麼找到大前生的? 全靠你 改天我去房仔找你 這麼多張紙你不用 是要撒冷那本東西的 別說他了, 弄到東西都破爛了 行了… 總之又讓我聽到阿貢的聲音 你托一天 我再跟你說 接著我就開始查你 我發現你很留意我爸爸 我就懷疑我阿貢是不是跟你搭訕了 就調查你 又讓我查到你住哪裡 我就殺勝貝買過你, 看看有什麼發言 你住這裡嗎? 是呀, 我住六樓多 你好 你好 那個可靠的背影 我一看就知道是阿貢 看到他沒事, 我就放心了 但你不會覺得奇怪 為何你阿貢住在我身上嗎? 他這麼大, 這樣做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 我用你的電話打給他 他是他的神奇小姐 就是那次在我的應用程式拍到你的樣子 我在電話裡裝在房頭的應用程式 真的想拍得漂亮嗎? 錯了, 重點, 你每個人都是這樣 好, 你問了我這麼多事 現在輪到我問你 你想問什麼? 你為什麼跟蹤我? 我不是跟蹤你, 我跟蹤世前生 我怎麼知道你們兩個原來是父女? 你說, 你除了在我手機安裝了跟蹤應用程式 還有沒有安裝其他偷聽偷看 偷錄、偷錄、偷錄 沒有, 拿電話來 我現在替你遞到應用程式拍攝 花梨櫃我搞定了 應用程式拍攝我會自己遞到 但是你不准遞到我 我要繼續做你的夥伴 說明不是這樣 你不能說不, 你還在等我阿貢的百五萬 英國的朋友你們好 TVB Anywhere全新推出網路電視服務 現在無論是透過網站 或者是TVB Anywhere Plus的應用程式 也可以收看我們的精彩節目 記得支持我們的新劇 《香港人在北京》 還不是我們用戶的朋友 就快點探索這個QR Code 跟我們的同事了解最新優惠 各位APM的觀眾 我是有份演出逆天旗按移的蔣祖曼 我是有份演出逆天旗按移的 Fred鄭俊鴻 精華片段是不是很棒呢 快點Like和Subscribe 我們歡樂APM的頻道 收看更多TVB內容